靠山王 您老人家远道而来 舟车劳顿 一定很辛苦 不如您先回去休息 等我保驾大将军宇文成都 去取反贼的头来 多谢宇文成都将军 这么体谅我老人家 十八路反王齐聚四名山 截杀隋阳帝杨广 宇文成都为了找回 自己曾经第一勇士的面子 立即请命要去剿灭反贼 杨林也很厚道 并将先锋之位交给了他 自己并会为他击鼓驻危 这是宇文成都杨明之战 两军对垒战鼓阵阵 随着杨林的大手一挥 鼓声开始急促起来 宇文成都一马当先迅速出击 反王联盟立即派出五云照迎战 随着战马相近 两人迅速厮杀在一起 一时间场上枪影弥漫 双方武器上下纷飞 一旁观战的裴元庆 眼神之中充满战意 以隋唐武力第二 对战隋唐武力第五 双方排名差距不是很大 但还是差了那么一点意思 在宇文成都强烈的进攻下 武云照很快就败下阵来 反王联军见识不妙 又派出排第四的熊阔海 和排第五的武天西前来助阵 面对三人的围攻 宇文成都依旧临危不乱 丝毫不落下风 随后宇文成都迅速将三名敌将击败 就在宇文成都再无敌手时 排行第三的霹雳火裴元庆 手举着银锤便冲了上来 一锤就将宇文成都锤落马下 但裴元庆也不愿趁人之威 舍弃战马跟宇文成都展开地面厮杀 两人对决一触即发 杨林不但没有收兵 还亲自上前为宇文成都雷鼓助阵 只见裴元庆一个翻身 手中的银锤便朝宇文成都砸去 场上的两位好汉再次厮杀起来 裴元庆手中梅花锤耍得行云流水 一招一事皆是杀招 刚刚经历激战的宇文成都 如今战力不再巅峰 只能手持长枪苦苦抵挡 很快宇文成都就被裴元庆一锤击退 双腿也忍不住地颤抖 嘴里大口喘着粗气 宇文成都不服气 费力站起身来迎战 可靠山王杨林的鼓声 却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而观战的宇文化急坐不住了 他赶紧跑到杨广面前求情 但杨广正抱着美人享乐 根本没有功夫理他 这鼓从早上打到现在 为什么还不停啊 回皇上 那帮反贼三五个人 轮方攻打成都 打了整整一下午 我怕成都体力不支 有什么危险 请皇上加令收兵吧 老臣就剩这么一个儿子了 万一有什么闪失 老臣怎么活呀 看着他可怜兮兮的样子 这才答应收兵 宇文化急急忙感谢 但临走之时 回头看了看正在享受的阳广 而战场上的宇文成都 体力耗尽 再也支撑不住 跪倒了下去 皇上有旨 明金收兵 杨林只能无奈地放下骨锤 明金收兵 可是裴元庆还没过瘾呢 裴元庆在外不停地叫阵 杨广见此雷霆大怒 盯着宇文成都就是一阵骤骂 这帮反贼在外面叫宇文成都 你还能忍 但此时的宇文成都已经无能为力 沉默不语 这时宇文化急便站了出来 将靠山王杨林给推了出去 但杨林和宇文化急暗中较近多年 当即以自己遗老推托无法上场 正当杨广以无将可用时 有一大臣上前禁言 说一人可来劫此为 杨广的诏书很快便送到了李渊手中 但李渊也是左右为难 他知道恩公秦书宝就在反王之中 害怕李渊霸上阵之后杀性过重 意外误伤了秦琼 但皇命又不可悲 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 李世民无意中 撞见李渊霸在参拜秦书宝 便心生一记 渊霸 神仙叔叔的朋友啊 脖子上都有一个黄头巾 记住 只要脖子上系着黄头巾的话 你就不能打只能跑 渊霸在李世民的诱惑下连忙同意 当天晚上 李世民乔装成仆人 将这个暗号告诉秦书宝他们 秦书宝等人感激万分 眼看情况紧急 不便多作逗留 立即起身向书宝辞别 徐茂公看着李世民离去的背影 你能认识这位李公子 是你毕生的福气 此话怎讲 李公子面相乃人中之龙凤 他日必非池中之物 他日定是托天下大任之人也 此日 齐义军果然听从李世民的建议 在脖子上系了一条黄色的领巾 而李世民也带着袁霸 来到了两军镇前 李袁霸腰挂雷鼓瓮金锤 策马走向了镇中 直接下马来到镇前 袁霸扣见安宫 书宝立即出言劝阻李袁霸 让他离去 不成 我二哥 他让我来对付你们 不过没关系 你们都带着黄领巾 李袁霸 听神仙叔叔的话 你还是回去吧 这 袁霸 你连叔叔的话也不听了吗 袁霸见自己的神仙叔叔语气严肃 只好点头答应 转身准备回去了 可就在此时争强好胜的裴元庆 却一把扯下了黄领巾 随即便驱马朝着袁霸而去 袁霸你回来 秦大哥 你别管 这样 这是军令 裴元庆立即下马来到袁霸的身后 袁霸见身后有人也停住了脚步 转身向裴元庆望去 看什么看 你的黄领巾呢 什么黄领巾 废话少说 两人挥舞手中锯锤开始较量 裴元庆的巴冷梅花亮银锤 撞上李元霸的雷骨瓮金锤 锯锤瞬间发出了砰砰的闷响 裴元庆可是卯足了劲 一个凌空旋转扫堂腿 被元霸轻松地化解 紧接着一个俯身一锤 却被李元霸轻松扛住 李元霸抬手一锤 便把裴元庆挑飞了出去 传说 李元霸有四项不过之勇 手持双锤 足有八百余金 如水缸一般大小 战力远远高过裴元庆 两人四锤相撞 李元霸稳稳站住 反观裴元庆 则是被震飞数十米 李元霸当即一阵冷笑 裴元庆大喝一声 向前奔袭 一锤子打在李元霸的身上 随后再次凌空袭来 但是这一次 他却暴露了弱点 李元霸一锤打在了他的腹部 裴元庆立马倒地不起 舒宝策马前来营救 元霸立马停下跪地参拜 宇文成都见状 立马向着反王联盟杀去 而舒宝等人则趁机将裴元庆救走 没了舒宝的制止 李元霸如同猛虎下山一般 疯狂地屠杀着起义军 整个战场之上 宛如尸山血海 不知造下了多少的杀孽 经此一战 重反王也再不敢有所动作 而裴元庆也为自己的争强好胜 付出了代价 但也是为时已晚 至此 隋唐第三好汉就此丧命 瓦钢众人对裴元庆的去世 也是悲痛不已 反王之乱已经平息 阳广开心的风里元霸 为天下无敌护驾大将军 即隋唐第一勇士 但李世民却是忧心忡忡 当即就向杨广辞行 明天就和元庆回太远 好 朕就不勉强你们 等朕回到长安的时候 论功行赏 好好地奖赏你们 而杨广在没了各路反王的威胁 又开始了奢靡烂肉的生活 萧飞被冷落 便借口回乡探亲 杨广当即答应 并派李密前去护送 而李密早就对萧飞垂先已久 对萧飞动起了歪心思 注意看这个男人 即将要给皇帝戴绿帽子 长夜漫漫 萧飞无心睡眠 身旁的侍女一眼 便看出了娘娘的心思 娘娘 要不要奴婢 去把那个人请来 坏丫头 很快收到消息的李密 便迫不及待地赶了过来 进来之后 还不慌不忙地关上了门 娘娘 脸色不大好 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是不舒服 这儿有点不舒服 李密听到萧飞的一番话 瞬间就来了精神 赶紧询问萧飞有何困惑之事 自己定当言语不尽 萧飞见这货上套 对她说自己有点闷了 想找个人聊会儿天 弹个曲子 做个诗什么的 李密当即表示 自己最会的就是弹琴作诗 只要能让娘娘高兴 李密可以写一百首诗 弹一千首曲子 李大人真会说话 说的都是真心话 说着萧飞便起身 就要给李密倒酒 而李密哪能让娘娘亲自动手呢 赶紧握着萧飞的手 萧飞抬眼看着眼前的男人 被知自己来就行了 这里不用君臣之礼 大人不用客气 抽出双手 然后萧飞一转身 不小心将杀金掉在了地上 李密见状慌忙地捡起 大人闻闻看香不香啊 李密如获珍宝 猥琐地将丝巾放在笔尖上闻了闻 秦人心脉 让人心动神油啊 大人可知 这手绢里熏得什么香啊 是松筋软骨香 要闻多了 就会把持不住的 大人博学多闻 可否告诉我 什么叫做把持不住啊 李密用拉着手上的丝巾 然后用力一拽 用行动告诉萧飞 什么叫把持不住 几秒钟后 李密穿着衣服 缓缓向萧飞走去 你真美 你们男人都一样 搂着人家的时候 就山盟海誓 甜言蜜语 等穿上衣服 把什么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跟他们不一样 我发誓 李密则告诉萧飞 自己和他们不一样 还说自己对他是真心的 表示自己想要将他 从杨广手中抢过来 乱说 你要是真的敢抢 可就该千刀万剐了 为了你 就是死十次 一百次 我也心甘情愿 之后两人搂在一起 甜言蜜语 海誓山盟 能和你共度两宵 两情相悦 我真是死而无憾 可他不知道 在不久之后 亲身掩饰一番完事之后 没事就乱发誓言 李密离开之后 萧飞叫来自己的贴身丫鬟 看着懂事的丫鬟 便给了他一些赏赐 这碗里还有半碗燕窝 你喝了吧 多谢娘娘 可怜的丫鬟还以为 真是什么恩赐 想都没想 直接就吃了下去 可他不知道 是萧飞担心李密 会再次把持不住 终有一天 事情会被揭穿 为了避免招来杀身之祸 便要杀人灭口 将自己的贴身侍女 给毒杀掉 解决完知情者 萧飞又跑到杨广面前告状 杨广听后怒不可遏 当即下令将李密押回来斩首 萧飞还脱着杨广的衣服 不断地哭泣 但杨广对她已经没了兴致 直接将她的手 慢慢地抽出来 拂袖而去 而萧飞也总算是 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另一边 随着瓦钢队伍的日益壮大 程咬金越发觉得 自己这个文盲实在是不适合当皇上 于是她准备将皇位让给其他兄弟 但众人听后全部都不同意 既然兄弟们都不同意 好 你们不顶我自己找 皇上 皇上 怎么能随随便便找一个人当皇帝呢 你们不肯做吗 我现在找一个肯做的 又逼我厉害的回来做 你们一定要让他做 程咬金离开了瓦钢 来到山下 却不料正好遇到了 即将要被砍头的李密 什么人 竟敢拦住我们的去路 大胆刁民 没看见我们在压解侵犯吗 快让开路 压解侵犯 程咬金一听押送的是侵犯 于是本着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的原则 当即将李密救了下来 经过一番交谈 得知李密乃是状元出身 程咬金顿时心生遗迹 直接将李密带到了瓦钢寨 并推荐对方做这个皇帝 这个建议遭到了众兄弟的反对 但程咬金铁了心的 要将皇位让给李密 众人只好同意让李密先做三个月的皇帝 如果做得好就让他转正 可此时有一个人为了给全家复仇 登上了阳广的龙舟 好了 精彩的下集我们明天接着再讲 喜欢太史的朋友 记得点赞关注加转发 太史在此先行拜谢了 请不吝点赞关注加转发